等同学 本来我们在 18月59月这边的话 我们关于函数的一个极限 它的运算性质 我们很快的回顾一下 我们就开始做问题了 那这个58月这个方块里面 我们所提到的 函数极限的运算性质 其实 重点 第一句话 上次已经清掉过 函数FS跟GX 在X等A的时候 极限必须要存在 极限必须要存在 这意思就是说 个别的函数 个别不管你是什么函数 你的极限必须要有一个答案就对 那么下面的这些适者运算 可以再去做这些问题 做这些答案才会存在 所以不可能说 我有一个FS它的极限是 不知道去哪里 FS极限是5 然后这两个再去做加减乘数 这样子是不合理的 这样不合理的 那确实有的时候 有些问题它的呈现上面 可能会让同学忘了去检查这个条件 就可能它是写成两个箱 加一箱 结果大家拿到问题 通常就会直接去做 所以这些地方可能就还是要提醒一下 要提醒一下 那么当各自的函数的极限都有意义 有答案 存在这个情况之下 我们下面的去做加减 或者是像第二个是乘上倍数C 第三个是乘 第四个是除 那么这些答案就可以去做 所以这个很快做一个回顾 那另外就是58的最后面这边 58的最后面倒数第二行这边 求多项式的函数的极限时 通常就直接做一个带入就好 直接做个带入就好 那么 注意有没有分布为零 可以的 如果分布为零 就不能带 我们就要再去做一些计算 像我们后面的立体股 就是这样的一个问题 接下来看到我们的 59页这边的另外一个方块 我们也是提一下 59页这个方块的部分 多项式和 相关极限的计算 如果第一个 Limit x 靠近 A的时候 Fx他就会等于FA 他就等于FA 那第二个是做相处的时候 就是FA对GA 来我们这个方块在讲什么东西 这方块在讲的东西就是说 我们要去算一个极限的 其实 就会跟我们FA 那大家会想FA就是什么东西 FA就是我们的函数值 自总变这么大 改小一点 这个A他其实就是函数值的意思 所以 我们多项式的一个 函数的极限的求解的时候 常常就会跟他的函数值会发生关系 那这个我们马上也是接着后面 应该 今天如果上不到 明天就一定要上到 有关于连续函数的时候 就会 有这个条件就是 函数值跟极限值其实是要一样的 其实是要一样的 但是呢通常 呃一样的时候是属于最 譬如说我们好像讲考试讲第一志愿好了 第一志愿当然就是希望函数值跟极限值要一样 但常常呢会 出现状况的出现问题 就是因为他的函数值和极限值不一样 然后呢只好 退二求七次我们去做一些其他的考虑 所以一般而言 大概我们正常来讲去做函数的一个 极限值的讨论的时候 我们都去先思考说 他会不会跟函数值一样 那当然在多项式的话 他是会一样的 那其他的有的不同的函数 可能就也许会有些变化 我们慢慢遇到再来说 所以那第二个的话就是说 如果这个FS和GS 这种其实左边他就是属于一个叫做分式 叫做分式型 这个分式型的一种 一种函数 那你会发现说他的 极限呢 也可以把他就是直接做一个上下做代入 上下做代入 那当然重点是必须我们这个GX带了A之后 GA因为他的分母 所以必须要注意他不可以等于0 他如果带入做会等于0 那当然就不能带我们要做另外的一个计算 来我们看到下面的例题是这边 就是在讲这个东西 他说计算下列了几遍 X靠近0的时候 X加1乘X加2乘X加3 X加1乘X加2乘X加3 他这边 把它写成三个相乘 那这个式子 他其实如果我们把它真的乘出来 如果我们把它真的乘出来的话 他会是一个三次的一个多项式 就是说这个问题 如果真的把它乘出来的话 X三方对不对 然后会有X二方 会有一对X 还有一个常数项就对了 所以这个问题 他第一小题的这个式子 他其实是一个 Degree等于3的一个多项式 那这样的话呢 我们去做在0这个点的极限的时候 我们发现 把0做带入 0加1乘0加2乘0加3 就是1加2加3就5等于6 就是说 这个多项式函数 它在0这个点 事实上它是 它是一个 它是有函数值的点 那它也不会说在0这个点 它就发生了这个空心点 或者是断掉的一个情形 所以像这样子的情况之下 我们去检查到这个0 并不会使得这个函数 发生了一些 无异议或者是无解的状况 那我们就可以把它直接 利用上面这个式子来做带入 来把它做个带入 所以立体式的第一小题 我们检查过这个函数 它本身是一个正常 像是函数 它没有一些 什么 特殊的状况 没有什么分母会不会0 有没有在根号里面 这些 有一些我们在 判断定义益的时候 有一些 考量的话 它的X是可以全体实数的这一种 就对了 这时候的限值就会跟函数值相同 就函数值相同 所以第一小题基本上就 把它带入去检查一下 没有什么问题的话 这个时候的它的极限值 答案就是 1乘2乘3就等于6 这就直接带入就可以了 所以这个就是属于这一种叫做直接带入型 把它叫直接带入型 这个带 等一下 这种就是属于叫做直接带入型 叫直接带入型 来我们看到第二小题 第二小题的话 第二小题的话 它说 这个 极限是谁 X三方加3X加2 对不对 除以X二方加1 X三方加3X加2 除以X二方加1 那这时候我们通常要记得 像这种分式型的话 你必须先去检查它的分母 所以你检查它的分母 X三方加1 那X三方加1代表什么意思 X三方本身是一个 正数 它最小就是0 大一等于0 所以X三方加1之后 基本上它一定 比1还要大 顶多0加1就是1 所以这样代表什么意思 这样就代表说 这个分母X三方加1 它并不会有 等于0的问题 并不会有等于0的问题 更况我们现在要找的极限 是针对3来找极限 针对3来找极限 那所以这个时候 分母在确定不会是0的情况之下 我们就可以利用上面的这个式子 既然确定分母不是0 我们要找这个分式型的极限 就可以把它带进去个别的 函数值来做一个计算 个别的函数值来做个计算 所以第二场景这边 3代入分母 X平方加1 那么 也带入分子 X三方加3 我把它带一下 我把它带一下 那你也可以把它想成说 就是 把分子跟分母 两个各自的极限都是存在的 因为 或者说我们X三方加3加2 它是一个多项式 X平方加1它也是一个多项式 而且它确定 是0一个多项式 所以这时候 这个分子除分母的一个极限 我们可以拆开来变成两个极限的相处 两个极限相处 那么它 这样子来做的话 也是各自把各自的函数值去做一个计算 3代进来三方加3 乘3加2 再分母也要带好 就是3的二方再加1 所以变成是 10分之 38 对分子38 分母是10 然后再去做一个约分 再做个约分 好 所以大概来讲的话 就是说 我们立体试这边算是 算是第一种 这种基本的 就是说 如果我们发现 我们带入检查之后 它并没有一些 特殊状况 造成了一些 譬如说分母是0 譬如说 它里面有负责 这些 会找不到 答案的情形 我们就直接去做一个带入 直接把它进去函数值之后 就会等于 我们的极限值 所以立宜是算是一个 基本运算 基本的练习 基本的练习 我们接下来看到 下面的练习 这边 看到练习 这边 好 练习这边的话 来第一小题 它的Limit X X 那我们针对 X二方加2 加X加2 乘上X减1 对不对 那这个问题的话 当然它是 这两个字相乘 那你要把它乘出来也好 不要乘出来其实也没关系 这个就算出来 三次方乘一次方 它也是一个三次式的一个多项式 那所以 在二这个点的话 我们这种三次 三次式的多项式 它是不会有一些 什么断掉 或者是一些空心点的问题 所以第一小题 基本上就是把它直接做带入 直接带入 来我们第一小题的部分 我们找同学带一下吧 这就不要一直等多老师在做 来那个 顺便 点一下 黄赵勇来了没有 黄赵勇 出现了吗 偷偷看一下 黄赵勇看起来还没来 对不对 来吧 我们就 加好 接到警卫大 大家好 老师好 来看一下我们的59页下面的第一小题 第一小题很简单 就是把2带进去做就可以了 所以你带的几个是多少 8 8就是把这2带进来 2244 再加2再加后面是1 对不对 所以第一题很简单 答应就是8秒做 来加好再看一下第二题 第二题的话 那个加好先告诉老师这个 他是x2 x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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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不会 会变成1 哦 好我懂了 你的1是把这个1带进来之后1-1加1会等于1嘛 对不对 然后呢分值是多少 会变成3 所以它是3 哦 所以大家等于3 来 那分就是 可以等于3 OK 好来 那所以我们谢谢加好的回答 这个确实我们这个选择还不会不会很困难 我们大家就直接把他要的极限x做带入 2带进去写一写 然后呢把1带进去 那1的话当然最重要重点就是一定要记得有分子分母的 我们一定先去检查一下这个分母会不会造成0的问题 只要他不是0的话大概就比较安全 好比较安全 那另外这个地方我们也提醒同学就是说 这个x2-1加1 我们事实上单独来看这个x2-1加1 大家记不记得 我们如果去做判别式 做他的判别式 b平方-4ac的这个东西 好 像这边我们x2-1加1 他的b是-1 b平方-1 然后呢 这边写一下好了 就是 b平方-1 减掉4ac 那a是1 c也1嘛 对不对 4乘 所以刚好 4乘1还是1就对了 等一下 那这个结果会等于多少 会等于叫做-3 会等于-3 分母的部分 分母的部分 分母的叫做判别式 来注意哦 所以分母的判别式的话 s平方-s加1 他的判别式是b平方-1-4ac 刚好是-3 他是小于0 他是小于0 所以代表什么意思 代表说这个分母他会症 这个分母会症 这边我们提醒同学家 就是 这个分母的答案会症 我们这个很永远的意思 这个时候的分母会症 因为判别式 是小于0 所以代表说这个分母是会症的 这个分母会症的 然后呢 而且他的领导 而且他领导技术是正1 所以就说这个分母的 二次式 它是一个开口往上 而且都会在AXO上方的一个什么情形 所以我想 就是 在高一那个时候 曾经讲过那个认识的部分的一个探讨 所以我们大概很快带同学回顾一下 当我们的二次式 他的分 他的这个判别式 如果是小于0的 然后呢 他的领导技术又是正的 那这时候这个代表说这个图形 他整个都会在AXO的上方 那代表的就是什么 Y坐标 我们的这个 好数值都会是一个正的 那所以我们这个整体 这个分母就是一个正数 我们就可以很放心的 直接把这个一代字来做 计算 做计算 这个是顺便我们把 把那个判别式的部分 我们再来做个回顾 做个回顾 这个特别注意 来我们下面就看到我们的 第六十页这边 第六十页这边 来六十页这边的话呢 我们大概就 用白板写一下 这个部分 来我们就暂时不分享这个 我们来看一下我们 嗯 好来我们的那个 翻过来 六十页这边的立体舞 历史这边的话 就是属于我们代步之后会有问题的 所以老师这边特别提醒一下 我们把它认真写一下 第一小题老师把题目插一下 Mate S靠近2 X减2 X二方减4 他说这个极限会等于多少 来注意哦 为什么这个立体舞这边 要特别提醒一下 把特别提醒一下 就是说 我们先观察一下 现在这个问题是 它是一个分子分母这种 就是分式型 那么X靠近2的时候 首先我们一定检查分母的部分 当靠近2的时候 我们真的把2带进去的时候 它是2减2 没0 所以这时候分子会造成是0的问题 那我们带分母造成0的问题 分子也是一样 上下其实4减4 2减2都是0 所以这种就是我们叫做什么 我们可以把它叫做 0分之0型的 0分之0型 像这样的时候大家就注意到一下 就是说像 带入之后会使得分子分母同时为0的 那么我们就不能够去直接带入 我们就代表要做什么事情 我们这种的话 就是要先去做一个所谓的化解 所谓的化解 化解的意思就是说 我们要先把分子分母 可能要去做一些约分 或者是做一些计算 可能要合并 加法或减法 像第二小题的这种 我们经过一些计算之后 我们再去做极限的谈讨 去算这个答案的意思 所以这边来我们看到这个问题 我们来看 去做Folimiter的这个X靠近二 分母当然就基本上X-2 对不对 分子的话X2-4 当然我们就去做分解 成为A4-2 所以国中的A方减B方 所谓的平方X公式 这个真的拜托同学不要忘记 国中交了这个成塔公式之后 其实你会发现 不管高一高二高三的 很多单元都会应用到这个公式 很重要的资码公式 所以这时候 我们分子是不是分成了两项子 分母A-2跟分子A-2 这时候就可以去做什么 可以去做约分 来注意这个地方 为什么可以约分 大家看到我们Limit这个下面是X靠性 X靠性2代表说 我们按照极限的一个探讨 你可以从2的右边靠过来 比2多一点点 比如说2.01,2.001,2.0001 你也可以从2的左边靠过来 比如说1.9,1.99,1.999 所以基本上这个X靠性2的意思 大家注意到是X不会等于2 既然不会等于2 所以我们的X-2就不会等于0 那所以这时候我们这个分子分母 两个不是0的数就可以去做约分 所以这时候这个问题就会变成什么 就会变成是X靠性2的时候 因为约分剩下只有X加2 去做极限 剩下X加2去做极限 那么这时候再去做2代入 答案就会等于多少 4 这答案就等于4 所以事实上 这种问题 我们去检查它的分子分母的时候 然后如果两个同时都是领的这一种 一定要先记得去做一个化检 这个化检 包含我们也许是做约分 也许是做一些合并 或者反正就是做一些事情就对了 做完之后我们再去 靠近的A值去做一个带入 做一个极限的计算 所以这是我们在做极限的时候要注意的 要注意的 所以老师为什么讲说 像前面立体式那种直接带进去的那种 大概 以后你们如果遇到一些考试什么的 像是那种大概就很少会遇到 那个直接直接做带入的就比较无聊 那像一般就做极限计算 很喜欢就做这一种 就是说你可能要先去做一些 做一些这个化检的类型什么的 然后呢我们再去做一个探讨 这样子哦 来那就是说这个 第一小题这边我们顺便把图形来提醒一下 图形提醒一下也就是说 这个他经过约分之后变成A加2 那他原来是A12-4-A-2 所以我们单纯如果看这个A加2的时候 大家注意到 我们单纯以这个函数图形的角度来讲 我们在旁边做一下 我们去做谁呢 我们去做Y等于A加2 我们去做Y等于A加2 那么这个当然是一条 斜律是1的写值线 斜律是1的写值线 那么比如说A140的时候 Y等于2 A140的时候Y等于2 这有一个点 然后A14如果是1的时候Y等于3 A141Y等于3 那所以这时候 这个Y等于A加2的直线 我们在做的时候 大家要注意哦 我们在做的时候 当然这两个点找出来之后 我们可以直接点一条直线 对不对 可是事实上 因为他本身的函数 是2方点4去除以-2 所以这时候我们在做的时候 就有一个地方要很注意 就是我们在 2这个点的时候 它是34对不对 所以这时候呢 在24这个点 我们就要把它画一个空心点 然后剩下的部分 我们才去所谓的 做直线把连起来 然后把连起来 类似像这个情形 所以立体5的第一小题 12方减4除以A减2的 这个函数图形 它会呈现出来的就是一条直线 但是很抱歉 在2这个点 在2这个点它是断掉的 所以这边老师画一个紫色的空心点 2这个点对上它是一个空心点 那么它左边 空心点左边对过去的Y坐标是4 所以像这个问题就代表什么 代表说 它本身经过约分之后是一条直线流 但是它在2这个点 它回来它原来的问题 它有一个分五不能陪临的压力 对不对 所以在2这个点 它实际上是空心点 空心点 所以除了这个空心点之外 它都是一条直线 它都是一条直线 那所以这时候这个空心点 它的函数是不存在的 可是呢 就是因为函数值不存在 所以我们可能今天如果上不到 可能明天就会讲到 就是说就是因为函数值没有 我们才要去做一个什么 极限值的探讨 也就是说如果函数值是有的 我们就回答函数值 但是这种造成一个空心点的问题 函数值不见的时候呢 我们就会以这个极限值 来做一个替代 类似一个替代方案的感觉 这样子来做一个计算用 所以常常会有同学在问 说我们做极限干什么 就像一之一我们的那个数列的极限也是一样 数列这个极限我们去探讨说 到无穷远向的时候发生什么事情 有可能发生啊 有可能是收链到零啊 有可能收链到一啊 有可能根本不知道去哪里 我们为什么要去做这些极限的探讨 其实就是说如果实际上要去运算 找不到一个合理的答案的时候 我们就推了求几次 用极限的方式来帮助我们做一些 类似做一些辅助 做一些替代的感觉 但我们还是希望 譬如说这样一之一讲数列之后 我们还是希望说这个数列到 如果到很多项之后 我们还是可以找得到它的一个结果 但是如果找不到的时候 或者是不好找的时候 我们就用一个极限的方式去做一个讨论 看看它会发生什么事情 所以大概极限的这个想法 这个观念大家慢慢去建立起来 就是说这个极限的一个 一个limit它的这个答案 其实它的目的都是为了要做一些 辅助性的的一个替代 那么这样子我们在做问题的时候 会比较怎么讲 比较不会受限于说 实在是找不到答案 就两手一探控在那边 这样子 所以在做的时候 我们慢慢再去多多的一个 体会它的一个精神 这样子 来来 所以我们看到第二小题 x靠近0的时候 x分之1去减掉 x乘x加2 分之2 问这个极限会等于多少 问这个极限会等于多少 来这个问题也是一样 这个问题也是一样 就是说我们 x靠近0 对不对 x分之1减掉 x乘x加2分之2 像这个地方也是一样 我们看到这种极限的问题 我们第一个就去思考说 我如果把这个0 写进来这个x的问题 看一下会发生什么事情 像这个地方 这个0如果写进来变0分之1 解到后面 0乘0加2 也是0分之2 所以这时候它就变成什么样 这时候0分之1代表什么 代表分母为0 代表无意义 代表不存在对不对 所以这种我们会把它叫做 无限大减无限大 为什么 因为分母为0 事实上这个无意义 就代表说 我们依照实际的x分之1 它的图形去讨论的时候 它的那个 那个函数值是会往无限大走的 所以这个0分之1 无限大 这也是无限大 所以它无限大减无限大 老师讲过 无限大并不是一个数字 它只是一个想法 它只是一个观念 所以两个无限大相减 就会等于0吗 就会是无限大吗 这个都是有问题的 就要去做一个调整 所以像这边 例如的第一小题是0分之0 这种不确定性 那第二小题这种是无限大减无限大的 也是不确定性 所以我们都要去做什么 我们都是要先去做一个化减 所以还是回到化减的问题 所以limit这边 我们要先把x分之1减了 x乘了1加2分之2去做什么 计算 然后去做个计算 所以我们把它做通分 x乘了1加2 所以我们第一个分子 是不是就多一个x加2 对不对 就多一个x加2 那后面就直接还是减2 后面 来一下下面来 好所以这时候你会发现 我们的分母 x乘了x加2 这是我们通分的结果 对不对 因为第一个分母缺少x加2 我们就同乘了x加2 那这时候分子是不是变成是只有x而已 1加2-2加2没有了 所以这时候我们的这个x项是不是就可以约分 因为当x靠近0的时候代表x不会等于0 不管它是0.01 0.001就是一个数字就对了 所以分子分母的这两个x 它不是0就可以去做约分 所以代表说这个极限就变成在做什么 就变成在做x跨近0的时候 x加2的极限 代表在做x加2的极限 那这时候我们检查0带进来之后 0分之1它的极限就可以回答多少 1分之1 就可以回答1分之1 了解意思吗 所以立体5这边像B小体这边 我们叫做0分之0的这一种 它是一种叫做不确定写 无法确定第一时间不能确定它到底是什么东西 所以我们就是去做一个化解 那第二小题也是一样 我们做代表之后 0分之1减0分之1 2 对不对 两个分母都是0 叫做无限大减无限大 这种也是不确定写 我们也是要先去做化解 才可以去找它的一个 才可以找它的大量 所以这个地方我们请同学 特别要注意到这个 问题的一个精神 来下面两个问题 就类似清晰 大家可以先把做做 老师把听误嘲笑 来60页这边的 下面来练习的第一小题 来 Limit X靠近多少 靠近 除一 X加1 对不对 然后呢 X二方加3 X二方加2 所以这时候我们就要去观察到说 这个问题的话我们注意到 逆袭的第一小题 X靠近-1找极限 它是X加1 然后呢 X二方加3X加2 对不对 那所以这时候 我们就要去观察到说 哦 然后-1的时候我们就看看 你看进来 对不对 这时候带到分母的时候 是不是又又产生了分母为0的问题 对分母为0的问题 那分子的话是X二方加3X加2 再-1的话1-3加2 所以它也是属于叫做因分之零形的 我们要算这个极限之前 我们先去检查到说把这个 趋近于-1的这个数字去做一个带入 做个检查 那么我们发现它产生了0分之零形 所以就叫做不确定形 所以请你务必要怎么样 先去做化解 针对这个分母去做化解 去做化解 好 那么这时候我们就去做 分母当然是X加1 这个就没什么好讲的 分母当然就是X加1 没什么好讲的 分子我们是二次方这个式子 我们就可以去做国中的那个什么 那个十字交成法 去做因子分解 去做因子分解的话 变成是X加1乘上X加2 所以这时候我们发现 我们的分子的分解 X二方加3X加2 可以分成X加1乘X加2 这怎么分到 这个国中就讲过了 如果忘记同学回忆一下 所以这时候一样 是不是都有X加1 对不对 当X靠近-1的时候 代表什么意思 就代表说 X靠近-1 代表说X加1 就会趋近于0 趋近于0 但是有什么意思 代表它不等于0 代表它不等于0 所以我们这时候就可以 把这两个不等于0的数字 去做月分 去做月分 那这时候剩下什么 剩下X加2 对不对 剩下X加2 所以剩下X加2 没有了 那这时候我们才去做代入 -1加2 所以这个极限就会等于1 这极限就等于1 所以要特别注意到 我们立体5 请把它勾起来 立体5的这种类型的一个探讨 不管是0分0型 或者是所谓的 这个叫做 无限大-0-1 这一种 它都是属于叫做不确定型 那这种不确定型 我们在做计算的时候 一定要记得先去做化解 先去做化解 好 来我们的那个第一小题 这个就直接做月分 weiter 还算比较简单 第二小题就比较复杂 来我们60页的练习2 来吧,这个我们把它抄一下,这个是比较长 他是靠近1 X-1分之2 -2加1 然后他是3X加3 来,注意我们的60页的练习2 他是问说 Limiter X靠近1的时候,X-1分之2 -1乘2加1分之3加3 问这个极限会等于多少 也是一样 我们先检查一下,既然你是靠近1 这时候 以第1个分母而言,1-1就是0 第2个分母也有1-1也是0 所以这个就是属于叫做无限大 减无限大型 这也是一种确定型 所以做什么 去做化检 我一定要去做化检 化检了之后,我们再看看 他的极限怎么算 当然同学可能要 要记得 万一如果经过化检之后 还是 无法确定的时候 那么 极限就会不 大家记得说 极限本身 它不见得一定是有答案的 但像立体是立体 我们这边做起来都是有答案的 那我们后面就会遇到那种 事实上即便你经过化检之后 把分母 怎么样 比如说弄掉了 把那个根号 附的都弄掉了 有理化什么之类的 做做做做 把它带进去算 还是产生了 问题 那么怎么办 那么就很抱歉 就叫做 极限无解 或者说不存在 所以就说我们 在计算的时候 当然先判定他的一个状况之后 我们去做一些 不管 我们讲说 化检的过程 加检乘除这些去做一做 对不对 但是还是有可能做出来的 结果是 找不到答案的 这是很正常的 所以这时候我们的这个第2小题这边 我们去做一个通分 因为它是两个分 两个分是相减的 所以这时候 第2个分母有2x加1 所以这就要写给第1个分母 去做通分 所以这时候通分起来就变成两个写在一起了 那第1个式子是 2x加1 然后呢 减掉3加3 那注意像这种问题有的时候这个分母他后面这个分母他会把 把它就沉在一起 譬如说他的后面那个分母 他沉起来是2x2 做方这个 -x-1 对不对 我们同学 自己去做分解一下 他没有像这样把它 分开来让你发现说他其实有一个一样另外一个不一样 他有时候还要去做分解 来这个结果 我们看下来他会变什么 分母没有变 暂时没有变 来分子部分旁边写一下 分子部分旁边写一下 这个分子变成什么 变成是 4x加2 -3x 在 抱歉 刚才这边应该要加一个夸号 这样才会是-3 因为这里 写在分子的时候 减号在外面 但是我们写在一起的时候这个应该要加上夸号 这样会造成 符号的一个错误 所以刚刚这边比误稍微调整一下 来那这时候就变成什么 就变成是 所以分子变成是x2-3是1 变成a-1 变成a-1 所以这时候我们发现 分子a-1分母是a-1 那么这两个就可以去做 约分 为什么 因为这个地方 x靠近1 对不对 x靠近1代表说 x-1 会靠近于0 代表说 x-1不会等于0 靠近0代表是不等于0 那么就可以去做什么 约分 这里做约分 所以这时候我们这个limit x靠近1来讲 经过约分剩下什么 剩下2x加1分之1 剩下2x加1分之1 那这 再去做态度的情况之下 2加1分之1 就会等于多少 3分之1 就等于3分之1 所以我们的这个问题 OK好了 我们把这个做完 所以这个问题就是属于 直接 做判定的时候 叫做无限大减无限大 分母为0的数 分母为0 所以他无解 那么就是不确定他是多少 对不对 所以我们去做 化解 通分啦 什么该减的减该约分的约分 这样子 最后才去 针对这个地方 我们才去做极限的带入 才做极限的带入 所以像这种类型 大家一定要特别小心 特别小心 所以立体5 先把它勾起来 那我们明天会从立体6开始 立体6也是一个 代表性的 就是他反向就是像 把这种 立体5把它颠倒过去 立体6的话 大家可以先看一下 他就变成是 告诉你有极限 可是他又是那种分母为0的 那我们再来过计算 就对了 好吧 来我们的这个 先把它关一下 然后呢我们就要准备拍照 关起来